封面发威,这雨淡将会连炸个五天 气象粉砖就PO出了各国模式 预测台湾未来五天的累积雨量 发现全部都是呈现紫红色的一片 尤其是西半部地区的累积雨量是非常可观的 气象主也表示,到了25号会迎来另外一波封面 将会比今天还要更强势 而星期五将是这波雨势最大的时候 全台湾都要慎防,瞬间的累积跟大雨 也要避免前往山区活动 雨哗啦哗啦下没有停 通勤上班大家很有感 一早就湿湿答答 不但雨好大坏消息是雨淡要狂炸五天 封面影响24日天气不稳定 中部以北降雨多 截至上午10点20分累积雨量 前三名通通在苗栗 第一名海浦侧站甚至已经超过100毫米 要下到晚间才会稍微趋缓 这个比较红色的暖色系的部分 就是降雨比较明显的地方 主要还是集中在我们的中部以北 那宜然跟花莲地区是降雨比较明显的地方 今天白天的时候呢 还是影响比较明显的 气象粉砖贴出各国预测台湾未来五天累积降雨 黑看的出来青一色紫红色一片 尤其西半部移花降雨热点 并指出难得看到各国预报这么有共识 气象署也表示25日将再迎来一波更强势的封面 降雨趋势各地短暂震雨雷雨 到了周五中南部也将有豪雨 也是这波雨是最大的时候 全台都要谨慎 到了六日西半部防大雨 东北部则有局部大雨 在28号之前整个西半台湾地区呢 台湾附近呢都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天气情况 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是比较高的 那到了二十九三十号呢 封面就会在北部海面附近 那整体而言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的情况 一连五天要盛防瞬间大雨 雷急强震风至于马祖 二十六二十七日 城间低云影响能见度 民众要特别留意 尤其近期与政府断气象署提醒 避免前往山区活动 若必须行经山区路段 应提高警觉也要做好防护措施 借杨宗彦林一新台北报导 离做好防护措施